今天高雄有13個確診的個案 那這13個裡面 那 源自於說我們之前在19380 也就是跟我們在過年後有一位小朋友 那因為發燒咳嗽因病就醫 那採檢的時候發現說他在過年期間 跟19380一起打桌遊 打這個撲克牌 那我們就回頭去追19380 那19380我們發現說 他的女友的家庭 在昨天最新的進度我們也採檢 那發現他們的家人裡面 包括他的母親 包括他的這個應該是弟弟 那 應該是哥哥還是弟弟 弟弟 是一位居家檢疫的對象 那 在過年前 從中國回來 那 我們也發現說 他的CD值 是30幾 也發現說 他應該可能是 在 這個 防疫旅館裡面 這個有可能 疑似 這個 防疫旅館的一個感染 所以我們在昨天 在整個 這一個 家族的群聚感染 應該是 非常的 這個 可以做這樣的一個 判斷 那今天的早上 基因定序也出來 這位19530 也就是從 中國大陸回來 居檢的對象 他的病毒株 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是一致 那所以整個 這個傳播鏈 大概就非常的清楚 那也根據這整個傳播鏈 從19530到 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同住的家人 然後到19380 那19380大概傳染給 那兩位的小孩 那我們今天公佈的11例 就是 這個同住家人 在某一個 他們上班的一個職場 的接觸者 有11位 那這11位 當然也包括這個 職場接觸者的家人 所以 詳細的 這個疫調 等一下 潘基成會 跟大家來做一個 詳細的說明 請問一下那個案19528 就是台南私立學校女高中生 那個 他因為高雄是不是有8 8位血統有參加營隊 那之前是否好像有公佈說 寒假的時候不能跨縣市參加活動 那這樣子會受罰嗎 那這8人目前的狀況如何 謝謝 謝謝 謝謝提問 那我想 就高雄市的這部分的血統 到台南去參加營隊這件事情 基本上 主折是在 這個 該地方政府 那我們對於 高雄市這邊 對於 高雄市的 這個 的血統 是不是有到 這個 跨縣市的這樣的移動 基本上我們是以學校為主體去管理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高雄市這邊 會在相關的這個 學校這一部分 還在宣導 另外我們要特別提到 19528這個個案 那本身他的就讀學校 他雖然是高雄市集 但他就讀的學校 就是在台南 那這個部分 我想 這個應該不構成為 跨縣市移動 參加聚會的一個狀況 以上說明 字幕錄 字幕君 店長